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回归祖国23年来 一国两制从伟大构想变为新动实践 香港特别行政区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同时香港也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 各种政治乱象不断上演 各种安全风险日益特险 特区政府施政受到阻碍 特别在2019年修例风波发生以来 反中乱港势力持续煽动激进步力活动 社会秩序和市民正常生活受到严重损害 马照跑 舞照跳的香港变得异常陌生 令人痛心不已 洞房自主 隐言失色 种种乱象的背后 有一箱箱的幕后黑手推波助瀾 而这些人的手段并不高明 郭榮鏗 杨岳桥 郭家琪 梁继昌 香港立法会议员当中四名的乱港派代表 过去数年四人跳梁小丑一般 在香港政治舞台上方言网行 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反中乱港的本质 引起社会大众的极大忤慨 原定在今年9月举行的香港特区立法会换届选举 因为疫情推迟一年 7月底 香港特区政府 负责选举事务的选举主任依法宣布 包括郭榮鏗 杨岳桥 郭家琪 梁继昌在内的部分新一届立法会参选人提名无效 因为他们曾经要求外国政府制裁中国 干预香港事务等等 不符合拥护香港基本法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法定要求和条件 郭榮鏗利用主持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之机 在7个月的时间内疯狂拉布 浪费17次会议之多才选出该委员会的主席 导致内委会长期停摆 大量和民生相关的议案无法及时审议 严重干扰立法会正常运作 損害香港社会整体的良性运作 郭榮鏗 杨岳桥 郭家琪所属的公民党 曾经在今年多次表示 一旦反对派取得立法会多数议席之后 公民党将会无差别地 否决所有特区政府提出的法案 撥款申请以及财政预算案 以迫使政府落实所谓五大诉求 这些反对派议员无视香港整体利益和民生冷暖 罔顾立法会议员的根本职责 并有关立法工作耗力通转 有破坏武建设 企图将香港带上政治揽炒的北归路 而成为了立法会的一大毒瘤 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央事权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会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坐视不理 放任不管 但郭榮鏗 杨岳桥 郭家琪等人 多次制造恐慌、污蔑国安法 妨碍港人自由 误导大众视听 罔称国安立法是香港内部事务 郭家琪更加在《苹果日报》 转文诋毁国安法 这些反对派议员将国安法 污名化、妖魔化 说明他们根本没有将维护国家安全 作为自己应当承担的基本责任 实质是图谋以香港高度自治权 对抗中央的全面管治权 令香港变成至爱于国家的非地 2019年9月 公民党去信美国国会四名议员 要求美方尽快通过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郭家琪还曾经在社交媒体发文 声称要向美国提交 予以制裁的特区政府官员名单 今年年初 他再一次要求美国政府制裁 香港特区政府官员 功能界别议员梁继昌 今年3月也曾经和其他 揽炒派议员访美 并且主动递上所谓的制裁名单 这些反对派议员多次赴美 面见美方政治人物 暢衰香港 高梁壮 黑球外国干预香港事务 甚至对香港实施制裁 严重损害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是典型的汗奸行为 受到港大香港市民的唾弃 维护国家安全 是香港社会的共同责任 那些意图裹挟香港社会 以对抗中央 受视国家的滥炒势力 大家将认清他们的政治底涉 让岳桥2014年 为非法占中被捕的暴徒提供援助 2016年 旺角暴乱当中 主动向被捕的暴动分子提供支持 2017年8月 在声援所谓 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 示威活动的时候 竟然喊出撑爆口号 而这个案件 令他们人生更加精彩 是 2019年修例风波当中 从散布谣言大搞恐惧营销 到污衊警察 誤到市民 煽动仇警情绪 让岳桥不断为香港局势 火上添油 令到香港 一步一步地陷入 黑暴的船窝 2019年6月 郭榮鏗发动所谓的法律界 黑衣静默游行 为激进示威者打气 12月 有暴徒意图中火高等法院 和终审法院 身为大律师和法律界代表的郭榮鏗 竟然拒绝犬责 反而包庇暴徒 并借此攻击政府 今年疫情期间 国家旗将香港防疫工作高度政治化 抛制传播所谓DNA送中的谣言 煽动港人反共仇攻 阻撓中央援助香港抗疫 反暴力、护法治 确保香港繁明稳定 应该是每一个立法会议员的基本职责 但一些反对派议员 长期善报、中报 甚至在公开场合 为施暴者开脱聚责 他们不违于力地煽动年轻人 向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施压 严重挑战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 郭榮鏗、楊岳桥、郭嘉琪、梁继昌 四人不符合立法会议员的资格事实 清楚、证据确凿 香港社会抱怨认为 在选举主任裁定他们 没有资格参选第七届立法会之后 他们同样也没有资格言任议员 香港紫荆研究院近日发布一份文调显示 近六成香港市民认同 不申请拥护基本法的人士 不可能履行立法会议员职责 超过六成市民不支持被取消参选资格的 泛民立法会议员留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11月11日 作出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任舜扬或支持港独主张 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 寻求外国或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 或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 不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 一经依法认定 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香港特区政府当日宣布 杨岳桥、郭榮鏗、郭嘉琪、梁继昌 四人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 往后进入这么重要的立法机关的每一位议员 就要担负起 他是一个拥护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议员 才能满足 都是一个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政治体制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决定 虽然写的决定很简单 但是意义是非常重大 敌政蒙尘 此心安处是香港 DQ四人正本清源 香港特区立法会将会迎来搏乱反正的良机 在香港国安法的变局效应下 随着香港形势 实现幼乱为之的重大转折 依法办事、理性异政、维护稳定、聚焦发展 应该成为香港社会的共识 而今迈步重头越 坚定完善一国两制制度 香港必将迎来更美好的明天